最近现场看到的在立法院的部分 因为这个读假球的怡云 现在立委蔡黄狼她说 希望兄弟相对不要解散 而在立院的最近情形连线给记者黄安晴 各位观众早上 但起来关心目前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针对职棒打假球的事情 让很多球迷的心都碎了 而针对这个相关的这个兄弟相的领队洪锐和说 如果真的打假球的话呢 兄弟相就要解散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立委都跳出来说 希望兄弟相千万 兄弟相千万不要解散 今天呢这个蔡黄她就特别提到说 她觉得说如果以后没有职棒的话 生活将没有乐趣 而她特别强调说 当初她神经还这个闯红灯 这样一路狂飙到新庄棒球场来看棒球 没想到竟然都是假球 听看稍等访问 我们应该把这些控制球员的黑道 用组织犯罪条例 在刑法上的量刑加重 让他们去管信 让他们关在黑牢里面 另外 我们也希望教育部跟体委会 立下规定 未来这些涉案的球员 永不入用 不得再转去打甲竹棒球 不得打业余 也不得去巧立名目啊 去争取什么 所谓的专业教练 也不可以 让他们无路可走 支持球团 追索他们的这些薪资 他们领了多少钱 就查访他的财产 把这些球员领过的钱 通通把他要回来 这些不法之徒 我们把他揪出来 太可恨了 我们有好多次闯红灯 超速啊 跑到现状去看球 结果我看的是假球 情何以堪啊 我非常生气 这些不法之徒啊 要把他揪出来 但是 职棒绝不能倒 职棒要继续的经营下去 我也希望政府要出面啊 我希望政府要出面 体委会 教育部 吳敦尼院长 你要出面力挺兄弟像 力挺四大球团 让他们的球队能够经营下去 再怎么困难 我相信我们的球员都是够的 球员很多啦 可以再打 请彭瑞尔领队 请你撑下去 我们支持你 彭瑞尔领队 撑下去 我们刚才听到呢 蔡黄狼以一个超级大粉丝 这个语重心长的心情来说 他希望说整个兄弟像 千万不要解散 以上就是立法院最近状况 现在把现场交给彭内主播